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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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结合google日立智智慧插座 我们只需要把家里的电器用品接上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手机透过物联网 远端控制它 让它变成智慧家电了 听起来好厉害喔 那它有什么功能呢 刚刚我有说过我们是用物联网去控制它的 所以我们使用上可以不受距离时间空间的限制 那我现在就示范给你们看喔 好 那这个要怎么去控制啊 我又不想再多下载一个APP去适应它的操作界面 我等一下跟你解释 现在这三个灯是绿灯 LED灯是绿灯 那我们把它设定之后通电它会变成蓝灯 那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用google日立来当做它的控制界面的 所以使用者它不需要浪费空间去下载一个新的应用程式 也不需要多花时间去适应它 那我现在就demo给你们看 第三个孔接的是台灯 那我现在把它开启 整个之后它会 它里面的尾晶片会 传送到google日立再帮我们开 所以会有点延迟的时间 那可以看到现在通电之后 这里就变成蓝灯了 那现在有点热 你可以开电风扇跟我们吹一下吗 不然这样好了 我分享这个使用权限给你 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操作的界面 然后试试看我们产品的功能 那我现在已经分享权限给你了 你可以使用看看 哇真的打开了耶 那这么好用的东西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吗 那我就再帮你们做一个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诶那我们要 要不要把还有电火扇关掉 好啊 走吧 走吧 今天天气好热 有电风扇真的是太好了 好凉快 怎么停了 这是我们这次专皮竞赛的作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姐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